我叫朱泽南 我来自澳门 我是北京大学17级英语系的大三学生 我出生于1999年 正好是澳门回归祖国的那一年 我来过四次北京 有两次交流活动 奥运会的时候 外公外婆带着我过来北京这边 了解到北京是一个特别古色古香的城市 和澳门就是特别不一样 有一点向往 内地的一些高校会过来澳门招生 那时候北京大学扩招了名额 就打算过来这边学习 在大一的时候 就参加了北京大学的音乐团 会有规定的时间去排练 然后进行分排 平时会做一些校内校外 然后还有国内国外的一些演出 学校的120周年校庆的时候 在纽约进行了一场音乐会 在美国那次演出就是难得的一个经历 我们感觉把中国的传统乐器给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 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乐器的魅力 在这边不仅是能够找到一些归属感 而且就是大家一起玩音乐 觉得很开心 有空的时候或者是放假的时候 就跟朋友约起来 他们都来自五湖四海 宿舍的同学呢 就来自江苏 新疆 还有辽宁 各个省会都有 然后也有一些港澳台的同学 通常会去一些历史景点去探索 比如说像南罗古巷 故宫 然后古楼护海那边去逛 然后就去看一下他们那边的特色胡同 然后也会去发掘一些地道的美食 和他们一起交流一下生活的心得 还有学习的心得 跨年的时候因为不能回家 所以就是跟同学一起去外面 寻找一些美食 通常是吃火锅 大家一起围在一起 暖暖的 有说有笑的就聊一下 自己在这边的生活 然后总结一下一年都干了些什么 特别有意思 在北京的话 出行只削在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回到澳门就其实 有一点点不适应了 反而现在 北京人和澳门人都是很亲切的 很友好的 澳门和北京都是给我一种 很有人情味的感觉 以前现在生活是越来越便利的 港珠澳大桥的连接 过去香港需要坐船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直接买一张片 然后坐车就能到 时间特别快 价格也特别的便利 祖国对我们澳门的发展 其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够从中也得益到很多 我觉得我来了之后是更喜欢北京 我希望能够有更加多的澳门学词 来到北京 来到内地学习 然后去感受不同的文化 带给他们的不同体验